马来西亚慈激照顾户江秀荣因病往生 志工一路陪伴走完人生路 江秀荣与慈激人的亲衣要从1995年说起 当时母亲黄福娇阿嬷还在世 志工除了不时关怀 过年过节也不忘到家祝福 从关怀皇佛家阿嬷开始 扩代到照顾女儿 2003年皇佛家阿嬷往生后 爱不间断 志工成为江秀荣的家人 这22年一路相伴 江秀荣全身长满像葡萄般 大小的肉瘤是遗传神经纤维瘤 人称她为葡萄阿姨 与母亲黄福娇阿嬷罹患同样疾病的她 是此籍照顾护 今年5月开始她就生病了 因为在她旁骨旁边生了一个很大的瘤 那么真的是从这样的7个月这样的陪伴看到真的是她很辛苦 然后她的干妹妹宝连也是一直的付出去照顾她 江秀荣留意长达四个月 一路志工 朋友相伴 告别仪式上 并有蔡丽霞也不舍前来送别 拉长情扩大爱 尽管没有血缘关系 但大家都是一家人 江秀荣身上的肉瘤是折磨 是病痛 但精神上却有一群好友与职工陪伴走到最后 带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